人生漫漫,早晚要读书,大家好,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《内向者与圣经沟通》,作者珍妮福康维勒,Jennifer Conviel,她是美国著名的人力资源开发专家,被称为内向型人格之王,她为数以百计的政府机构及知名企业提供咨询服务,包括通用电器,美国航天局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,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等等,作为一个内向的有领导能力的思想家, 她善于将深奥的领导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,数以千计的内向者通过极具吸引力的演讲培训,增强了他们的信心,这是一本职场升级宝典,本书首创了一套简单实用的四套规则,能够帮助内向者轻松突破外向者统治的商业世界,这本书对于内向者和外向者同样重要,外向者对内向者的想法有更深的了解,而内向的人则学会了接受自己的内向,并能给组织带来真正的价值, 读本书,你会发现,作者认为成功与性格无关,不管你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,你都可以抓住机会,而内向的人却有着许多独特的优势,其次,性格内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,比如,他们容易承受压力,容易被别人看穿,不善于与人交流,而且容易成为职场上的隐形人。 最后,针对内向者的四个性格缺陷提出了解决方案,一共有四种法则,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,其次,学会展示自己,第三,鼓励自己走出舒适区,坚持练习,循环执行这四步,这样,内向的人就可以把劣势转化为优势,从而实现逆袭。 第一部分,先看看内向者是什么,如果你对自己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,还不太确定,作者说,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做出判断,当你与他人相处一段时间后,你感到压力很大,恢复体力需要时间,那你可能是个内向的人,外向者则恰恰相反,与人相处,与人交流,是一种能量。 作者的一位内向同事告诉他,还不如在家看一本无聊的书呢,他也不愿意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,这是因为,在人群中待久了,他们就会感到疲倦,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,会让人感觉到压力,如果你有这种感觉,那么你可能会倾向于性格内向,内向也好,外向也罢,都只是性格上的偏爱,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功与否,比如巴菲特,比尔盖茨,亚伯拉罕,林肯,美国总统, 马丁路德金是著名的人权斗士,他们都很内向,即使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,也可能是个内向的人,这就是为什么内向者,也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领导者,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很大的成就,内向性格第二部分有哪些不足之处? 作者认为,内向型领导者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四类,第一个是压力很大,第二个例子是,别人评价内向者比内向者评价自己要低,那就是别人看不起你。 第三个选择,可能是因为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,性格内向的人在事业上会受到阻碍,第四个选择,可能在职场上成为隐形人,不被关注,首先来说,为什么内向的人更容易在工作场所产生压力,内向的人很难拒绝别人,也不知道拒绝,第二点呢,别人可能认为内向的人不够好,别人会觉得你胆小怕事,这也是职场中性格内向者的弱点之一。 第三点,因为内向的人不擅长交际,也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,所以很容易在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,最后一个问题是向内行人,那就是在职场上很容易被忽视,因为他不想表现自己,也不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,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视。 第三部分,内向者建立优势的四条法则,四批法则是什么?这其实是一本简单一记的指南,一共有四个步骤,分别是准备,展示,推动练习,因为这四部每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都是批,这就是所谓的四级法则。 这四部正好解决了前面提到的内向者所面临的四大陷阱,就是压力,低估他人,不懂得经营人际关系,很容易成为职场上的隐形人。 学会这四种法则,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领导者,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法则来指导你的工作,如果你是一个外向型的人,那么你就能更好的和内向的同事交流。 那么,这四部到底意味着什么?让我们逐个看看吧,先看准备的第一步,内向的人在很多公开场合都有压力,无论是公开演讲,还是会议讨论,或者是认识新客户等等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看到其他人在台上轻松表现,那压力就更大了,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好,做得不好,做得不好,最后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。 但作者表示,其实,内向的人也能表现得很好,关键不在于你是否能临场发挥,而是你是否准备充分。 工作上的生活,内向者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,其实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所面对的情况和解决方案,因为准备不足,所以才会更加慌乱。 因此,对内向者来说,迎接挑战的第一步是做好充分的准备,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四批的第一步准备。 你的计划越充分,你的应对就越得心应手。 四批中的第二步是展示,内向的人常常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工作,认真做好,别人就会知道,可是事实就是,如果你不告诉别人,别人是不会知道你真正的成就的。 所以,展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,如何展示自己? 作者认为,专注才是最重要的,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,你可以真诚、无私、坦诚地与对方交流,那他真的能感受到你的期望和意图吗? 一个内向的朋友,当你需要展示自己时,一定要表现得勇敢而真诚。 四批中的第三个步骤是推进,也就是说,走出你的安乐窝,我们之前提到过,他准备充分,想要展示一下,但是做起来还是很困难的,因为你会感到害怕。 但是,就像爱莫生说的那样,做自己最害怕做的事情,只有把你自己从舒适区中解放出来,进入到不安乐区,你才会真正的进步。 所以,推动这一步,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和目标,一旦突破过去的舒适区,或许会迎来新的机遇。 终于,第四个步骤四批是练习,前面提到的几个步骤,没有一个是一蹴而就的,这需要不断地练习,冠军选手每天都在练习, 而内向者想要突破自己的局限,就必须要练习,只有不断地练习,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熟练。 每一次,你都可以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人交流,你还可以在不同的会议上尝试使用不同的策略。 练习就是为自己准备技能,展示你的技巧,让你自己走出你的舒适区域,走向更高层次的重要一步。 四批是准备,展示,推动,练习。 准备的主要目的是让你了解目标和了解你自己,知道该做什么,而展示则是使你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,关注当下,真诚地对待与你相处的人,传递正面印象。 推动就是要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,勇敢地去尝试挑战。 练习是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,你要对自己说,我知道我可以,但这需要一些努力。